七夕你被情人结了吗? 现在都是很多这种话 很轻松搞笑 七夕本来是很浪漫的一个结人 但是现在人 把它好像很不以为然 很不屑 那人家又过 过完了好像又很搞笑的 看似好像你心胸 眼界比较宽广 心态很自然 很好 实则不然很轻浮 你该浪漫的浪漫固然好啊 那你搞什么笑呢? 你事后啊 说轻松一笑 真有些什么事情 那还可以 这种事情 常态的 都是这种热门话题 那就有问题 你该严肃的 也得严肃啊 你不是说什么时候笑 什么时候都要笑 那你就不正经了 你很轻浮吗? 很青涩? 很不懂事吗? 还是年轻人搞出来的 首先 七夕啊 我们知道它的意义 就是牛郎之女 只有那一天 一年当中才会见面 那有人说了 地上一年 天上一天 人家天天见面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说法 但事实上是不是呢 这个咱不知道 只不过呢 我们学了数数 会 天人感应 就是你看天象怎么样 那么 他们就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 只是一方面 单方面的看 因为你这个地方 看不见星星 看不到银河 那么换一个地方 可能就有了 那为什么 首先取这一天 因为秋高气爽 云淡风轻 这个时候 看天象是 最容易看到的 看得清楚 这是一方面 二一个呢 就所谓的 近日点远日点 在这个时候 也是 天地分明 就大概的 这个前后嘛 也差不多 然后 那还有就是 这个 人家实际上 你这个地方 看不见 我那边就不见了嘛 当然 他们首先是 在银河的两岸 到那一天 你看得清楚了呢 就是 感觉好像 似乎 中间总有一点小路吧 能达成一个 几缺缺桥啊 这个 就 无从得知了 那当时 到底是怎么 传下来的 不知道 反正加了一些 浪漫色彩吧 看着也像 看着像就是 中国人那种 相性思维 有的时候 这个像啊 会用在风水上 很多事情 也是很有效的 那么 到底 这个情人 这个词呢 它也是 有情之人的意思 不是所谓的 小三小四 那叫情人 随随便便 只是 它一方面好 你就跟它好了 不是考虑整体 缘分是否深厚 是否能长久 欲水日昏 谈花一线 这些东西 露水浮起 那现在 真的 真的太乱了 所以 桃花 为什么自古 不把它看为 很好的 不是那么 随随便便的 只是有一些 异性缘 罢了 有一些 长面缘 就够了 如果再过 那就 又不急了 所以这些问题啊 大家反而是 更应该去思考 至于它到底 见没见面 到时候 你有条件 变成一个星星 到那个能量的时候 到那个境界 你自然会投生到那一界 那个 应该 才会 真的 更清楚 那么 祝愿各位 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 忠诚 眷属